我们现在看一个带有电流的导线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我们前面是介绍电荷在磁场中运动的时候它会受力 它的力就是用Fm等于Qv cross B来表示 现在另外有一种就是带有电流的导体在磁场中也会受力 因为导体里面有电荷在移动才有电流 移动的电荷在磁场中会受力 所以导线有电流的话它就会受力 我们现在电流的定义 我们前面都讲过 我们在电学的时候都讲过 就是一个导线或者一个导体 任何一个界面 任一个界面 你举一个界面 那么跟这个界面垂直的这个垂直通过的这个电荷 要跟界面垂直通过的电荷 单位时间通过多少 那就叫做电流 单位时间通过导体 垂直通过导体 垂直通过导体某一个界面的电荷 就叫做电流 那么我们也讲过电流的单位 每一个 每一秒钟有一库轮的电荷 垂直经过某一个电荷 我们就称这个电流叫做一安培 这都是以前都讲过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导线 导线上呢 它每单位长度 带有Lamina库轮的电量 每单位长度 就是每一公尺 有Lamina库轮的电量 它以V的速度 朝这边运动 朝这边移动 当然V就是它的 Trift Velocity 就是飘移速度了 当它以V的速度 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那么它T秒钟呢 就移过了一个距离 叫做Delta L 那么Delta L 这一段导体里面 就是Delta Q 就是Delta Q 这个导体里头是含有的电量 那么它就是等于Lamina 称Delta L 因为它一公尺是Lamina库轮 那Delta L公尺呢 就是Lamina成Delta L 这个就是它的Q Delta Q 那么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 电流根据我们的定义 就是单位时间 就是单位时间 垂直通过某一个界面的电量 因为Delta T 从这里到这里是Delta T 所以说Delta T呢 比如经过这个界面的电量 那就是这个Delta Q了 就是从这个从这里进来 一直到这里 Delta Q Delta Q就等于这个 Over T 那么Delta L 我们这里也说它等于V 乘上Delta T 所以Delta T约掉呢 电流就等于Lamina V 电流等于Lamina V 那么这个导线上 我们知道电流它是一个存量 它不是向量 向量我们是用所谓的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就是电流 从这个流过去的电流 被它这个界面积 Delta A来除 那么它的方向呢 就是电流流动的这个方向 J 它是Ampere per meter square 那它是一个向量 这个我是补充一下 那现在我们看 这就是我们前面的结果 那一段带有电流I的导线 线段 一个导线线段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我们现在看看 因为它都是有电荷 就是电荷受力 电荷在磁场中 以V的速度在跑 所受的力 我们前面讲过 它就是QV cross B 这是DF是等于QV cross DQV cross B 那F就是等于这个气氛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的DQ呢 我们用 就是Delta Q了 那用Lamina DL来带进去 那么Lamina乘V 它是I 是电流 我们就把电流写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 这个V的向量 就给了DL 所以它就是I DL cross B 这就是带有电流 I的一段导线 是DL这么长的一段导线 在磁场中所受的力 那么通常我们都是从它的微分式开始了 如果这两边都微分一下的话 这个量可以看成DF的积分 所以微分就变成DF 这个微分就是这个 所以一般我们都是说 你有DL长的这一段 长度激素 它带有电流 在磁场中的时候 它所受的磁力 就是这个 IDL cross B 那 现在我们来看 一般你要是一段导线 我们就要积分 对不对 一段导线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 FM等于这个 但是对于这个导线 如果它是一条直线 直线 直线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式子里面来看 直线 那么这个I呢 这个常数 我们提到积分号的外面来 这我们以前讲过 一段导线 它流进去的电流是多少 流出来就是多少 任何一个阶面的电流都是一个常数 然后B长也是一个均匀磁场 也是个常数 因此这个积分呢 就支持这个DL这个向量 DL的向量积分呢 因为它是直线 每一个DL方向都一样 所以它的向量核就是L vector 所以就是I L cross B 所以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如果是用在直线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FM等于I L cross B 如果不是直线 是一个曲线的话 那这个DFM就是每一段 你随便取一个DL它所收的利 那么整段的利呢 你就要用积分来算 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记住 因为你记住这个比较方便 如果直线你就直接用这个 你不要去积分 七了半天还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地方有一个矩形的线圈 矩形就是长方形 这边长度是A 这边的长度是B 它呢 在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 就是我有打阴影的这个区域 打叉叉的这个区域 它是具有磁场的 磁场是叉叉 就代表它是进入这个荧幕 进入荧幕 然后这个线圈下面 又掉了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那当然它在重力场 地球的重力场 它就有M7的重力了 那如果这个是垂直的 就是跟地面垂直的 我们通上电流 通上电流 那么这个 这一段 就是说有的导线在磁场里面 所以它就会受力 对不对 尤其是这一段 你看它受力 I L cross B L cross B 向上 可是MG是向下 向下 所以 这个重力向下 它所受的磁力是向上 如果我们要 这个线圈保持平衡 就是说它 没有移动 就是保持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假定它是静止的 因为做等速运动也是平衡 我们说它就静止在这里 平衡在这里 那我们要用的电流大小是多少 因为电流大小影响到FM 影响到磁力 磁力要跟它平衡 所以你这个I 就要有某一个一定的大小 那么现在我们首先 知道这个物理状况了 我们就说它的FM是什么 这个线圈的磁力是什么 那我们就看它有四段 对不对 那就是它四边所受的磁力 分别是这样 上端上边 I L x B L就是 A A x B 向上 它是 L是朝 X 方向 B 长呢 是朝 Y 方向 所以 X x Y 就是 Z FM 下端呢 下端是等于零 为什么 因为它不在磁场里面 不在磁场里头 你这个电流 带有电流的导体就没有力 因为它 B 等于零 左边 它也是 I L x B L就是 B B 的方向是 Z 就是 L 的方向是 Z 那这个磁场的方向是 Y 这两个Cross就是等于 -X 方向 大小是 I B B 右边 电流是下来的 电流下来 所以 I L Cross B 它是向右边的 因为它这个时候 这个 L L 是朝 Z 的副方向 好 那四段的力 我们都有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 它的总力 就是这些力的向量和 这是根据这个力 它遵守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就是叠加原理 加起来以后 这一加这个消掉了 那只剩下这个 所以总力就是这个力 这个力是什么 向上的 大小是 I A B 那么方形的线圈 我们刚刚说了 它所收的重力MG 是负ZMG 那么这个线圈 所收的力 如果要平衡 这是它的合力 合力就是这两个力 FM加上这个 要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那就表示FM 要等于负MG 向量 这是向量 大小的话就是FM 等于MG FM等于MG 那就是 大小是这个 大小 MG 所以我们就求出来说 它的电流 是等于这么大 需要这么大的电流 就可以使得这个系统 保持平衡 好 那现在我们 再问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说 以那种电流 IAB 它就可以让它平衡 如果我把电流增大 它里头当然有电动室 我把电动室的电 让它的电流变大 变大了以后 它的磁力不就是 比MG要大吗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 合力去朝上 向上有一个合力 那么这个力 就会让这个系统 向上运动 向上运动 如果它向上运动 走了一个高度是H 就是说向上运动的一个高度H 那MG也向上 对不对 那就说 这个质量就 麻麻糊糊不算的话 所有质量在这里 你这个质量为M的物体 它升高一个H高 那么它就是增加一个位能 增加一个位能是MGH 好 这个系统里面 这个质量增加一个MGH的位能 也就这个系统 增加了这个位能 那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位能 一定有力在做工吗 有力在做工吗 那这个力是什么力 是不是这个FM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 磁力不做工 磁力不做工 那磁力不做工 那到底什么力做工呢 它总有一个力做工 它才会 为能增加一个MGH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 我们把这一段导线画到这里 画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是A长 它有电流 那我们现在就假定它的 因为电流它在变大 我们就用这个 Current Density来表示 某一个瞬间 它的Current Density是这个 J是这个方向 因为电流是这个方向 所以J就是这个方向 那现在我们就看 你这一段导线里面 它总有Q 有电荷 那么这个电荷 朝上运动 因为它的力是向上比较大 所以就使得它本来静止的 就开始有速度向上运动 向上运动 它向上运动的时候 前面我们不是学过吗 你有Q的电量 在磁场中 以U的速度在运动 那它就是Q U cross B 我们以前是用V cross B 但现在它的速度 我们也假定 朝这个方向是U 是U cross B 那这一段的导线 因为这是A 长度A 那么它的Lamina 就是单位长度的 单位长度的电量 Lamina A Q就是Lamina A 那么这个电荷 这个电荷在磁场中所受的磁力 它就是等于Q V cross B Q 因为我们给它的是这么长度 所以它的Q 我们就用Lamina来表示 Lamina A就是它的Q U cross B U的方向是向上 B的方向是向荧幕里头 所以U cross B 你手右手一比 FM就是朝左边的 好 那这个电荷本来是怎么样呢 它的Current density是向右的 它本来是向右运动的 那现在它受了一个 这个FM 水平的 像这边的一个磁力 那它的运动速度 势必要减少 因为它受力了 跟它运动方向相反的力 势必应该会减少 它相反的力是这个 可是我们说 如果它的电流就是保持I 增加到I 一直保持I 不会说跑上去I就变小了 还是保持I 还是保持I的话 那你朝这边的Drift velocity 就不可以减少 还是要保持原来的量 那它明明受一个朝这边的力 那你现在要它速度要减少 你现在要它保持原来的速度 那你一定要怎么样呢 要在这个力相反的方向 给它一个大小相等的力 这个力呢 是谁给它的呢 我们知道就是它的电动势给的 FEMF 电动势给的力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为了这个电线 为了要保持电流是I 所以电动势做 需要给它一个力 是FEMF FEMF 那就是跟这个力要相反 跟这个力要相反 所以电动势适于电荷的力 就对付的 就是这个力 所以说 什么力在做工 什么东西在做工呢 原来是电动势在做工 电动势 电动势的能量 我们刚刚说 它就是等于这个力 DOTDL 电动势是这个力 力是这个 L DL 那就是VT 因为DL就是V 这个V是电荷的drift velocity 不是这个Velocity 方向找X方向 这两个DOT以后 它就变成 我们把常数拿出来 就是U DT的气氛 U是向上的 常数 所以 U 拿出来 DT积分就是T秒 T秒身高 一个H高 UT就是H 所以 这个功能就是对于这个 而里面的 这个I Lamina V 就是I I ABH 所以电动势做的功 就是这个功 这个功呢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这个力 那么 它就等于MGH 就说它这个力做的功 这个电动势做的功 就等于MGH 这个算出来就跟前面那个功的一样 那就等于我们前面再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前面 这个 再看一下前面 I是等于这个 I I是等于 FM是等于这个 重力的 重力未能的增加量 重力未能的增加量 这个地方I是等于Lamina V 我们可以从这个 你就从这个单位来看好了 Lamina是DQ over DL 单位上中的电荷 V等DL over DT 就等于DQ over DT 这个就是DQ over DT 那就是I 所以 克服重力所做的功呢 不是来自磁力 它是来自电动式做的 内能的转换 电动式做 如果我们一般的蓄电池 那就是化学能 化学能转变成为 微能 现在我们要 要看这个 看各种状况 如果导体是一个面状 表面 电荷在导体表面移动的时候 它也会受力 我们刚刚是说 电流在导线里面 这个导线会受力 如果说 电荷在导体表面移动 那么它就有所谓的 电荷移动就有电流 因为它只分布在表面上 所以它就有表面电荷 电流密度 比如说这是一个表面 灰色的这个 这个表面 它的电流 整个电流 就从这一端进来 从这一端出去的电流 是I 那么我们这里 画一个长条 这个宽度是DL Perpendicular 就是说 我的电流 是从跟这个垂直的进去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这一端跟电流是垂直的 这个长条里面 也有电流 这个电流 这长条的电流 就不是这个电流 那它应该就是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电流 所以那我们就说 电流是等于多少呢 那它应该就是 我们拿I K K就等于I 被这整个长度来除 整个长度来除 就是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流 然后你乘上这个 单位长度有多少电流 这就是K K乘上这个 那就是这一部分的电流 所以我们就说 右图 矩形表面上的 表面电流是I 就是这一段 表面电流是I 在DL 宽的长条上面的 电流密度K 应该整个电流密度都是K 它就是 DI over DL 就说 我们就算这一段 那它就是 你电流 应该是I 被这整个宽度来除 整个宽度 才是电流密度了 电流密度 那么这个 电流密度是 这个被整个长度来除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K 这个电流 就是DI DI就等于什么 K乘上这个 所以这个式子 应该是说 DI 等于K 乘DL Perpendicular 这个K是等于I 被诊断的这个来除 这样的 这个式子 就显示 垂直于电流流动的方向上 单位长度电流 称为表面电流密度 就是 跟电流垂直的 这个方向上面 每一公尺 经过的电流 叫电流密度 整个的电流 我们就称它叫做 表面电流 这个I就是表面电流 I就是表面电流 OK 垂直于电流流动方向上面 那么 单位长度 就是表面电流密度 每一公尺 是多少 整段 是I 那么 每一公尺是多少 就是表面电流密度 就是这个 如果表面上移动的 表面电荷密度 是新 因为 上面有电流 一定有电荷在移动 那电荷分布 在表面上是什么呢 它就是Sigma 就是单位面积 有多少电荷 如果这个面积 这个电荷在移动V 速度是V的话 它就开始有电流了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K 表面电流密度 就是单位 长度 横向的 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流通过 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从它的单位来看 K 为什么可以写成这个 你现在 看看这个就知道 这个是 Coulomb per meter square 速度是meter per second 这个约到一个 Coulomb per second 就是ampere ampere per meter 就是ampere per meter 就是电流密度 其实我们也可以 我们以前在第七章 就讲过这个 电流 电流密度是什么 是等于 我们那时候 讲过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我们说以后 都会常常用到 就是NQV N就是 单位长度有多少 单位体积有多少电量 单位体积有多少电量 N乘上Q N乘上Q 那是 那是 整个 整个导体 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 那现在这个是怎么样呢 它是 只是在表面上而已 只是在表面上而已 表面上的话就是 NQ 那应该是 单位面积有多少电量 N应该就是 换成单位面积有多少电量 乘上V 单位面积多少电量 就是这个 所以从NQV来看 它也是这个 那你也可以从单位来看 它就是这个 这个要稍微 你常用就会记住 你不常用的话 你可能要 自己再画一画 NQV这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会的 所以 带有表面电流密度K的导体 所受的电力 因为K等于这个 我们就说 这个还是词力 就是 这就是Q QV cross B 不过这个Q不是一个Q 它是表面上的Q 表面上的Q 所以你就全部的Q的力 所以就是积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Sigma Sigma乘到V Sigma就换成K 所以在表面移动的时候 如果表面电流密度是K的话 它的磁力 就是用这个 磁力就是用这个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种 在导体内移动的 体积跌合所受的力 这个 当然现在就是有一个 界面积 跟我们前面讲的一个细导线 有点差别了 它这个界面积 细导线就是这个 好像这个很小很小 DA DA 就是小得不得了 就跟一个细导线一样 好 电流 在这个界面上面 均匀分布地流过这个圆柱体 好 那么 体积电流密度的定义 就是垂直于这个 电流的方向上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一定要跟电流垂直 然后穿过它 穿过单位面积的电流 穿过单位面积的电流 也就是说 垂直穿过某一界面 单位面积的电流 就叫做它的电流密度 就是这个 电流密度应该就是这个 这是DI 当然这个 整个是I 那这就是DI了 对不对 其实它是应该可以写 I 被这个面积来除 界面来除 也等于什么呢 这个DI 这个 细长的这一部分的DI 被DA来除 如果这个电荷密度 移动的速度是V的话 那么它的体积 电流密度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第七章讲的 J等于NQV N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电量 单位体积有多少电量 N乘上Q就是Row 单位体积有多少电量 就是密度 就是电荷密度 J等于这个RowV 这个我们也可以从 这一次稍微帮助我们一下 其实你应该是记得 第七章讲的J等于NQV 好 时长中 带有体积电量密度 J的导体 所受的力 还是一样 QV cross B 现在的Q是Row成D 好 那你Row成V呢 就变成J 所以 这MM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就把前面讲过的 做一个总结来看 表面上移动的表面电荷密度是Sigma 移动的速度是V 那K就等于SigmaV 好 如果是在这个体 在一个 比如说圆柱体里面移动的 电流 那它的电流密度就是RowV 这两个比较常用 要常记住 好 现在我们就说 磁力 一个细导线 它的电流是I 长度是DL 在磁场里面 它受的力就是这个 好 如果说 它是有一段的长度 它不止 不止只有一个基数 那你就这个要 全部的这个力就要积分了 全部的力就要积分 所以我们一般 你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也可以 如果这个导线是一个直导线 那你这个积分的结果 我们讲过 它就是I L X B I L X B 如果带有表面电流密度K的导体 所受的磁力就是这个 这个磁力 在磁场中 带有体积电流密度 J的导体所受的力 就是这个 你这几个 这我们都讲过 我是把它归纳在这里 你把它一起记 才比较记得住 你一个一个 你讲到这个就忘了这个 讲到这个就忘了前面的 那我们全部一起把它 什么条件之下 它是什么东西 大概有一个全部的一个轮廓 这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半径位A的圆柱导线上 电流I均匀分布于截面上 求它的体积电流密度 假如圆柱导线上某一个位置的电流密度J 它不是常数 常数就是这个了 均匀分布 I均匀分布 I不是均匀分布 那么J如果是跟S有关 S就是它的 从圆心开始算的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导线上的总电流是多少 好 我们首先看A 电流I均匀分布于截面上 所以电流密度就是什么呢 I总电流被Cross-sectional area来处 因为这个是个均匀是常数 所以这整个就是个常数 所以这个J它就是一个常数 这种情况电流密度在导体内 它也做的是均匀的分布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从圆心 从圆柱体的轴 S远的地方 那它说它的J 是等于K K是一个常数 S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它是怎么样 S越大 Cross-sectional density越大 所以你看这一圈 叉叉 就没有这个多 好 那现在 就是说这个比较密 密基的地方就是密度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好 但J等于KS的时候 我们电流 第七章我们就讲过 它是J多的DA的积分 好 那你现在的DA是什么呢 DA就是我打阴影的这一部分 就取DA 它等于2 PiS这个长度 乘上DAS DAS 好 然后 这个J面积 要跟Current density垂直 那就是J面积的向量 面积向量 跟J要平行 面积向量就是这个 跟这个面要垂直 我们定义就是 J就是电流 垂直通过某一个 J面的单位 面积的这个电流 把这个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带到这里 J带到这里 我们积分 积分 因为 DA跟J平行 所以这个一到的就变成J称DA了 J DA 这个积分很简单 你把2PiK拿出来 所以S平方 积分就是 三分之一的 S三次方 所以电流就等于这个 这个问题 这个立体 它只是一个说明的 很简单的 好 以上我们就是说明了 电荷 电荷 带有电荷的一个 指点 它在磁场里面运动 会受力 另外一个就是说 带有电流的导体 在磁场中也会受力 在磁场中也会受力 以上介绍的就等于磁力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你这个磁场是怎么来的 磁场怎么来的 磁场跟电荷不太一样 电 进电荷就是说 我有电荷均匀分布在 不是均匀 就是固定的分布在空间的某一些位置 它就会在空间产生电荷 那么这个磁场不是这个样子 磁场 你看一个电荷会受力 一定要这个电荷移动 对不对 所以说只有移动的电荷 它会产生磁场 移动的电荷会产生一种 会让空间产生一种特性 就是让另外一个带有 速度的 就是在运动的电荷会受力 那现在我们就要 就说 那就等于是什么 移动的电荷 它会产生磁场 移动的电荷 如果在导体里头移动的电荷 就是导体里头有电流 所以我们就发现 有电流的这个电线 会在空间产生磁场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线圈 就是I I 这个I会在空间的P点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参考点 设立在O 我们现在要问 我们现在要问这个P点的磁场是什么 那么就有Bill Saber 这两个人 他就用实验的方法 把这个找出来 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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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磁场有这个关系 就是说 我在这里取一个电 一个长度基数DL DL prime 就是说这个 有电流的导线上面 我找一个DL prime 的长度基数 DL prime 对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参考点来说 它的位置是R prime 我们要求的是P点 对这一点来说 它的位置是R DL prime DL prime 在P点产生的这个磁场Db 它说是等于这个 它做实验得出来 你说为什么要等于这个 那没有人知道 只有上帝才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个式子里头 4π分之μ0 这就等于一个长数 就是一个比例长数 这个长数的味道 就有一点像 我们在库仁定律里头的 4πy0分之1 那是一个长数 这是另外一个长数 这个长数要乘上什么 IDL 这个电流 乘上这个长度激素 再跟这个S univector S univector就是 这个方向上的单位向量 做cross 然后被S平方来除 S平方这个就是S univector 在这里 我没有画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就是由实验得出来 我们只知道它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回路电流 回路电流I 整个的I 在P点产生的总磁场B 就可以把这个式子积分 积分就变成这样 这个积分 积分的话 4π分之μ0是长数 可以提出来 I也可以提出来 就是这个积分 里头我们现在就要说 这个长数里头的μ0 它是等于4π乘10的负7次方 那如果它是 单位就是Newton per Ampere Square 这个叫做磁导率 叫做真空的导磁率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μ0是这个 如果被4π来除 那就是10的负7次方 所以整个4π分之μ0 以后你在算的时候 你就用10的负7次方 带进去 单位当然还是这个 这个叫真空的导磁率 或者也叫磁导率 Permeability of Free Space 那么这个单位呢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头 所用的这个单位 这个4π分之μ0 就是10的负7次方 I就是用安培 DL 这个L用meter S的也是用meter S square就是meter square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所算出来的磁场 我们就用Tesla来表示 Tesla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一个Tesla 我们从这里 可以发现 它就是等于什么 一个Newton per Ampere 成meter 因为这是Newton per Ampere 你把这个单位 通通算进去 就是这个 那么由于 这个是我们 在普通物理里头都讲过的 很熟 那现在我们说 我们所看的这个 带电导体 不止 由细导线产生 有时候由面 导线的面上 流动的电流 这个时候 这个式子 如果是 它是IDL IDL呢 它其实就等于 K乘DL prime 因为你看 它们的单位都一样 这是Ampere meter 这个Ampere per Meter 乘meter square 也是Ampere meter 它也是等于 J乘D top prime 加个prime 就是代表圆区的意思了 这个也是Ampere meter 所以 这是细导线的状况 如果称面状 或者体状分布的时候 那这个 Build Saber Law 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的 它是IDL 现在这边是什么 KDA prime 或者是 写成这个 IDL 等于J 乘上D top 这个 这几种都是常用的 我把它特别点出来 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子的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等再来谈这个 再来看一下的 再来看一下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